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盗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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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呢 快去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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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啊 好厉害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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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我说说话 我说说话 哪儿还有一个呢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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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杜超辉的两位大人 谢谢 苏学位 九霄城有你们 我们就放心了 是啊 没想到咱们韩熊威不锦炎长的帅 还如此神勇 只是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呢 两位大人如此的默契 当真是一搭一荡 天作之河呢 是不是啊 真是有默契啊 我这一琢磨吧 这对前妻搭档 还真有点前妻爱吕的意思 嘘 小点声 这么让让别人听到就麻烦了 对对对 前妻恋在咱们前国可是禁忌 况且苏巡卫还有公职在身 这要是被发现了 那可是装大丑闻 你们快小点声吧 就是啊 小点声 行行行 别说了 韩大人今天可真厉害 随便这么一下唬 那个小贼就把今年的案件 全部都给交代了 行了吧 你每次妹子良心拍马屁 都是这副笑容 好 韩大人 我刚不小心打了个死结 你帮我解一下呗 求啊 求 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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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帮我解一下嘛 求你 行了 求你了 我了 我了 你了 瞭啥跟谁 这个是个装的 那就是 我们 不 我了 能不能 我了 我现在 你了 怎么来着 丫头 你真是可以 咱们得恭喜你啊 未来的齐祖少主夫人 真的呀 这少主夫人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殿下 别着急啊 我们也就是好心嘛 你说你们俩平时 也得注意点 对 对 好歹也是有公职之人 是吧 你看看 不不 不 大人总 走走走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你听我说呀 大人哥 你误会了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传出 这么离谱的八卦来啊 我和你 搞前妻恋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不是 我跟你搞前妻恋 还委屈你了是吧 我是怕委屈了您 您多尊贵的身份啊 还不是因为你 你 整天缠在我身边 还想着碰我 别人能不误会吗 好 那我以后都不缠你了 离你远远的 行了吧 不行 我 为什么不行啊 没了我 别说办案了 小命都难保 认识你之前 连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你只不过辛苦一点罢了 行得正 坐得端 总在意别人的想法干什么 你是齐租殿下 当然不用在意 我可是还没有嫁人呢 就你这样的 还能嫁得出去呢 你可别瞧不起我 我且挑着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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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剪开了 苏九儿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我的 老大说得果然没错 那俩真在搞前妻恋 是啊 这青天白日的 打打闹闹 成何剃头 是 那谁呀 阿花姐 这不是我们的新画本女主角回来了吗 新画本 前妻绝恋呢 来来来 快点告诉我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好商店 阿花姐 这班官怎么都传到你这里来了 我跟韩征 那就是好搭档 纯友谊 都订坤三十三年了 你还相信男女之间有唇友谊啊 我说的是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往那个方向想过 我就问你 这个八卦啊 你那个俊齐人搭档否认了吗 否认了吗 韩征才不是那种在乎八卦之谈的人呢 你呀可真是个情感白痴啊 人家堂堂一个殿下 为什么要跟你一个小小的寻卫传绯文 没有否认就是承认 这就说明他喜欢你 你说韩征喜欢我 这怎么可能啊 至少不讨厌你吧 那你呢 喜不喜欢他 我就更不可能了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那谁是你的菜啊 嗯 我喜欢我爹爹那样的 正直 英勇 武功高强 有责任感 越听越跟韩征是一盘菜 你才不是呢 他才不会跟我爹爹一样 他每天都板着一张脸 我爹爹对每个人都很好的 你爹那都是几十年前的审美了 现在就流行这种 对所有人都板着脸 就对你好得不行 可甜了呢 我不跟你说了啊 花姐 我去找我娘了 什么表情你这是 是 你这表情 跟苏九儿脑子里面 在想坏主意的时候 一模一样 殿下果然张口闭口 都是九儿姑娘 什么叫果然啊 你不知道九霄城 现在里里外外 都在传殿下和九儿姑娘的 前妻恋吗 我今天下午去兵库买兵 那店长还跟我打听呢 那你怎么说的 我实话实说 我说我们殿下跟九儿姑娘 简直就是绝配 只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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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儿姑娘是个前人 当不了我们齐族的少主夫人 前妻两国呢 又不能通婚 可是殿下你的身份 又非常地尊贵 又不能像其他的老百姓那样 偷偷摸摸地搞地下 前妻恋吧 不过也不重要 那前妻六约 不是正在推进着呢吗 重要的是 殿下喜不喜欢九儿姑娘 我喜欢她 你看看 又或者不喜欢她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还不快去做饭去 那你自己尝 我去做饭 娘 我回来了 娘 娘 我又做错什么了 每次我一做错事情 你就跑到爹爹这里来哭诉 你就直接跟我说了吧 到底什么事啊 你别的烦爹爹了 苏九儿 你跟我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在搞前棋恋 娘 怎么恋你也相信 外面这种传言啊 你那个搭档韩征是个奇人 而且还是个少主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 我也没说他是前人 我今天要不是给卡卡他爹看病 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如今整个九霄城都在传 你练上了你的奇人搭档 苏九儿 你怎么那么糊涂 我没有 娘 我们两个真的就是 单纯的搭档关系 外面就喜欢这样 捕风捉影 乱传八卦 我看呀 就是这段时间 九霄城太太平了 扩顿神仙出了什么大案子 他们就没心思说这些了 苏九儿 你俩真的只是搭档 真的只是搭档 那你以后别跟他搭档 离他远远的 好不好 可是 为了外面那些传言 我怎么能跟我的搭档散伙呢 九儿 娘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你在督察卫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前骑关系 虽然说现在是和平之事 那两族之间说打就能打起来 前骑恋虽然没有明令禁止 但过去的前骑恋都招舆论所不耻 都招前人针对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跟那个韩征纠缠不清 别说督察卫容不下你 就是整个街坊百姓 全都容不下你 可是 娘 我们两个真的不是 你想的那样的 九儿 前骑恋哪 看着新鲜 可那都是短暂的欢愉啊 你想 咱们前人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寿命 他们齐人哪 他们能活几百年的 等再过几十年了 你芳华不在了 人家还正值盛年 你看他还跟你能长久吗 好好好 我答应你爷爷 我肯定不会跟他搞什么前骑恋的 你就放心吧 哎呀 九儿 你这次一定听娘的 好不好 我快饿死了娘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好吃的 你快去跟我盛娘吧 我问我 好了 好了 你听娘的啊 我听听听听 快快 快去 多 多盛点啊 啊 毒년 优雷 喝茶 老十 developer 早 Het 我早快と 早起,早起 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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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不要抓我 是我 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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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啊 这大晚上的 你一个人在外面乱逛什么呢 我没有乱逛 我觉得所有人都不理解我 他们都觉得我们在搞前期恋 没关系 有我在呢 看来这丫头是又蒙得我了 韩忠 韩忠 还好有你在 你也只有在梦里 才会照搬乖巧一点吧 啊 谢谢你 啊 还有呢 我现在还愿意 我这儿 九儿 我这儿 九儿 娘 快过来 快到娘身边来 你这个棋人远远的 对 过来 对 走吧 可是娘 他是我的搭档 我 就只是你的搭档吗 九儿 九儿 你快过来 你难道还有执迷不悔吗 九儿 九儿 你要是敢和这个棋人在一起 我们整条街都要容不下你 整个青烧城也容不下你们两个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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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儿 快走 这里容不下你们 苏九儿 九孝城容不下你 我就带你回朔辈 在那里 没有人会欺负你 更不会有人对你指指点点的 滚 你女儿要是和这个棋人在一起 她不配带在九孝城 你也不配带在九孝城 滚出去 你们滚出去 滚出去 滚 妈 娘 娘 你不孝城 让开 娘 过起来 我没位置 我没位置 韩征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你走吧 你一个人回朔辈吧 是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再也不要见面了 九儿 你赶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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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óc 明明是她的嘛 为什么我这里会这么狠 难道 我真的喜欢上她了吗 你别等着啊 还好 还好 这真是个梦 各个角落 都把火盆给我摆上 多少点纸钱 对了 桑叶 桑叶多扑一点 好 我又已经没有舍不得银子了 别吝啬着啊 扑了 快点 好 是 毕竟啊 画中仙是我给孟怀云 还有冯沐远 写的一段佳曲 所以啊 结局写得很圆满 但是呢 我又怕太过顺利 看客们觉得无聊 所以我又写了一个 开放式的结局 娟儿 你觉得怎么样 娟儿 什么 新结局啊 结局啊 对 好了 我觉得你有点累了 要不然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对不起啊 俊啊 说好了要帮你看画本的 却这么心不在焉 这又什么呀 不过 你到底怎么了 有心事啊 要不然跟我说说呗 我跟韩征 嫌棋练的那个八卦 你听说了吗 刘福跟我说了一些 不过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你没必要放在心上的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了 明明我们两个人在好好的破案 为什么突然间 跑出来这么多指责的声音呢 而且这件事情 还害得我娘跟着一起担心 真是让人烦心 让你烦的是 指责你的声音啊 还是 你跟韩兄的关系啊 你是不是想问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韩征 好啊 你要是不想说也没关系 因为喜欢一个人 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 没必要跟别人谈谈 其实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为什么呀 因为命中注定 我从小就体味儿做病的 不知道哪一天 就突然离开你们的身边 对 有没有我 一直都不想说 我准备你 我从来都不想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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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来我的人会去一一询问那些 无家可归 走投无路的齐人 他们若是愿意回到朔北 我会安排好的 刚开始的时候想不明白 为什么齐人在钱国过得如此狼狈 却不想回故土 后来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才发现 在这里待久了 便会生出牵挂 这 你的牵挂就是苏九儿吧 你何时变得这么八卦了 齐祖殿下跟督察卫女巡位的风流异事 已经被说书先生编成段子 传遍了就消沉了 我想不听也不行 那改天有时间我也去听听 你真的喜欢苏九儿 就算前妻六约顺利推行 前族和齐族在法律上允许通婚 可毕竟种族相依 他们无法孕育出子嗣 普通人也就算了 你是齐族的继承者 你父王和整个齐族 断然不会答应的 你父王和整个齐族 这点你心里清楚吗 这点你心里清楚吗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你父王和整个齐族 一定要当齐族的王 即便没有苏九儿 这也不是我的心之所向 但从小到大 所有人都跟我说 这是我的责任 也从未给我选择的余地 我便认了 既然认了 那就要认到底 你将来和什么样的女子 共度一生 和什么样的女子成婚 都不是你能决定的 老的不愿意娶你 连娶了腿的都不要你 你自己什么名声 你心里没点数吗 那你别管我 我这肺子就不诈了 你 这么漂亮的姑娘 天天跟个齐人搞在一起 把名声都搞坏了 谁又能瞧得上她呀 就是 三十岁了 注定孤独终老了 离九儿原点吧 在前国 女子背负这样的名声 背后指不定要遭受 多少白眼和非议呢 我会处理好的 我知道你表面上看着任性 但自己其实心里 是有感撑的 你干吗去啊 找苏九儿 今日份的健康长寿 还没给她呢 你去吧 俊儿 这齐人最怕热了 这样他们应该受不了吧 谁让陈老板他信这套呢 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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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光天花日之下 竟敢如此欺负其人 韩征 苏九儿 你也在一旁袖手旁观是吧 韩征 你误会了 来 来 法师 太过分了 这也 慢点啊 我不干了 法师 法师 你别走啊 法师 法师 你这个无知的齐人 居然敢搅乱我们的法师 他只是在做法而已嘛 并没有想真的难为这个 齐人兄的 做法 这样的法师 你干什么 不止欺辱我们齐人 还显得你们这帮前人很可笑 可笑 你还敢说我可笑 我那是可怜他 你倒是打听打听去啊 十两银子一场法师 放眼整个九霄城 你们齐人都再也找不到 这么好的差事 苏九儿 你可是督察卫 还不给我把这个 导论的齐人赶出去 老板 这个齐人好像是督察卫的人 而且听说 跟这个女巡卫还是相好 堂堂督察卫巡卫 居然喜欢一个齐人 好 你不替我做主 那我们就去督察卫 找严总是 程老板 程老板 谣传 这些全部都是谣传 这位韩殿下是尤雄 也是我的搭档 他应该是误会了 程老板你别着急啊 我跟他解释一下 韩正 你误会了 这位齐人大哥 他真的是自愿的 而且程老板已经付过他银子了 并没有强迫他 你闭嘴 韩兄 你怎么跟九儿姑娘说话呢 我在跟你好好说话 你凶我干什么 他们真的是平等交易 而且程老板确实已经付给他银子了 你们口口声声说的什么前期平等 但这段时间我在九霄城里 根本就没有见到什么平等 苏巡卫 时辰马上就到了 还不赶紧把你这搭档弄走 你别在这里添麻烦了 你跟我回杜查位 好 那我就不烦你了 韩正 你 怎么回事啊 这便散伙了 他俩真不是前妻情侣啊 我也看糊涂了 这齐人这么凶 跟苏巡卫 也不像是一对啊 那齐人哪 我花大姐钱找了那个齐人哪 收了我的定金就跑 齐人 果然没一个好东西 苏巡卫 在你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你的责任 我要去找严总使 撤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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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天干物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吃完得赶紧补上 补完又爱说了 来 坐这儿 你俩今天是坐得这么远 这菜不错呀 吵架了 那也至少得用一个人的签名 吃完得赶紧补上 你告诉他 一会儿我要去寻间 让他补 好 韩公子 你说给他听 我不识钱文 我不签 他不识 你告诉他 不识钱文也可以找个贤人去帮他 你跟他说 寻间不急于一时 我乐意寻间 寻间可以找旁人带你啊 谁啊 你去啊 你让我去 我偏不去 你 我去群间 我有事 替我告假 我偏不去 我偏不去 你和韩小子之前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没事啊 要不要 义父给你当个合适了啊 你们俩毕竟是同生共死的搭档 没必要搞得这么僵 要不然我去收拾 老胡 我们聊点别的吧 你知不知道 习香堂能够怪事啊 你是说输入清还魂的事啊 要不然我去收拾 这石鹿青到底是什么人啊 这石鹿青呢 据说是个外地人 开始呢 他就老去西香堂听戏 模样长得挺漂亮的 后来呢 听说是有一天找到老板哭诉 说他走投无路 那陈老板一来心软 二来听说他会唱戏 就让他试试 结果这一试 人家就正式试进了西香堂 反正呢石鹿青这就叫一唱成名 后来越来越红 他戏是唱得好啊 但是坊间传闻 私生活不太简点 走到哪儿都有老相好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他就这么红着红着 也没红多长时间 忽然一下就跳成楼了 起了怪啊 这既然他一唱成名 日子过得自然是顺风顺水的 那为什么还要跳成楼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我还告诉你 他跳楼的那天是义父执勤 我亲眼看到他 他一身红衣服 嘴里念念有词的 搜了一下就跳下去了 真的没有人推他 这时候我们都立案了 怎么查那都是自杀 怎么了丫头 哪儿不舒服 我没事 我就是有一点点晕 是不是走累了啊 你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啊 嗯 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去 等着我啊 还不快点来服务一下我 我 我有晕了 你过来一天过来一天过来一天 过来一天过来一天 过来一天过来一天 真是感觉好舒服啊 就好像是一棵小草 摊了一整棵寒冬 突然间下到了春天里的 第一树阳光 整棵草都暖烟阳的 好舒服呀 不过说到底 你不还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工具了吗 不 你不要这么计较嘛 你暖了我这棵小草 我给你这个大火炉降了温 很公平啊 不对 我还带你探了案 是你赚了 你赚大方了 你还真会算账啊 那我再握一会儿 就 就 一 义父 我 我们 哎呀 你们两个啊 你们两个人哪 人前装不目 人后任呼呼啊 噓噓噓噓噓噓 你小心一点 义父 那我们这不也是 没有办法嘛 对吧 我们就想着一边补充体力 一边又不被人盯着 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应可畏 还不是因为 你们前人最喜欢交涉根子 你还嘴硬啊 你看你这个表情 有点恼羞成怒的样子呀 戏不错呀 小伙子 拿着 看什么看 我都把我女儿的命 交到你手里了 要不就光明正大的补 可今儿补 狠狠地补 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继续 继续啊 我去给你们放放风 甜着呢 赶紧吃 吃 那我先尝一口 看着好甜啊 你尝一口 我不吃 我亲自问你的不是啊 你尝一口 你尝一口 嗯 好甜啊 久仰 嗯 吃过一点 嗯 你刚刚我一口过来 是不是给你吓了一大跳啊 哼 你尝一口 你尝一口 你吓了我你大跳 不闹了 不闹了 我 我去找着 你们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这糖葫芦都浪费了 别熬了 我再去给你买一个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好吧 一旦 今日排演 人多眼的啊 你要记住啊 咱俩现在是一对 不和睦的搭档 不和睦 还一块儿来啊 那我等会儿再过来 你先进去找俊儿 等等 这顾中元节呢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 在外面瞎逛什么 对哦 这样吧 你先进去 我去转一圈再过来 那好吧 我先进去 去吧 韩正 你早点回来啊 好 停 我好好整一下 一会儿你记着啊 船上来了 就拉到中间这个位置来 好嘞 这中间啊 对 来 二位 我更希望是 心与新的交流 行 你们先练着 好 走 好 什么 你还在不敢 你还在不敢 我还在不敢 我还在不敢 你还在不敢 你还在不敢 我还在不敢 你还在不敢 我还在不敢 你还在不敢 那这家伙去哪儿了呀 以他的身法 你怕都绕回树北了吧 你要是无聊的话 我陪你 走走 不用了 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 你肯定很忙 你不用管我 对了 我倒真有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好朋友阿花 知道我要来看花中仙 特地托我要一张 正身的签名 他也是任奉扬的粉丝啊 算是吧 反正谁火他喜欢谁 好 包在我身上 我会了花阿玛 是红颜 已老 山高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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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消灭 入阅 小 ade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